吃饺子喽 今天去了三家医院 跑了五趟 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五点 回来还包饺子 大家好,我是兰兰 人们常说,年轻的时候 拼命的挣钱 用命来挣钱 老了的时候呢,用钱买命 你有病啊,身体不好了呀 我前日的做那个胃肠镜的检查 花了五千多 然后我今天呢 有一个粉丝提醒我嘛 说做一下复刻检查嘛 我今天又去复刻检查 还有上午 这一系列的检查 又花了将近一千块钱 就六千左右了 还好,公分医疗嘛 在社区吧,报百分之九十 在医院,普通的医院报百分之八十五 我自己这两天我算了算 花了六百多吧 我跟大家讲讲 这个流程啊 就是你说去医院啊 比如你们也想检查的话啊 我前日呢 不是做那个胃肠镜吗 他不就让我做一系列检查吗 后来我就觉得医院人太多 然后那天正好带张哥呢 去柔腰上社区医院 哎,我一看 他这也能做这个复刻的检查 我说就事呢 我也看吧 就挂号 就开始 可是呢 人家呢 就是只能照什么B超啊 什么的 简单的啊 但是你要照那个 公颈癌的那个化验啊 也不是什么 PHS啊 什么TS啊 什么的 你要做那两项呢 他能做 但是是自费 可是你要上 妇幼保健院呢 他就是公费医疗 可以给你报销 我说那不能做呀 我不能自己花钱呀 八百多将近一千呢 我说那你能做的 你就都给我做了 比如乳腺啊 什么的 他都 B超都给你查了 没有问题 就是简单的 他给你查了 没事 后来我说今天啊 因为快到了年底了 我说赶紧看完完了吗 我今天就上那副 做保健了 然后去了以后呢 医生说的那个 查查吧 我说行查吧 他你要不说你不检查 你不知道你身体的状况 人说 你有肌瘤 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我十多年前我就有肌瘤 人家找我复查 我就没当回事 因为我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你这个肌瘤长得挺大的 我说那怎么办呀 他说没事 说你现在绝经了吗 我说绝经了 他说绝经就没事了 你这个 慢慢就缩小了 就缩回去了 他说但是啊 就咱们女同志 不是在孕期啊 就是 就是就是你 你在生育年龄期间 你不是要避孕吗 你会 就是 你要把那个摘掉 有那个在的话 你这个瘤就不容易缩小 我说行 那就摘吧 他说那你要摘 你有高原压 你还不能 有痛的 你也做那无痛的 我说妈呀 又得打麻药啊 他说对 又得打麻药 我说我那魏长静 那麻药还没打呢 我说你这离着这么近 给我打麻药 给我打啥都在 他说但是你不能不打 因为你有高原压 万一你这样的手拆 是吧 您血压上去怎么办 我说那就行吧 我说那你说怎么着 怎么着吧 后来他说那你还得化验 还得从今都得 啊 什么心电图吧 什么 加个肝吧 功吧 什么折扎 全都得做 我说我刚在那个医院 魏长静刚做了一大堆 怎么还让我做呀 我跟他样就半天 他说这个是这样 有的呢 有效期是一个星期 比如你检查结果 是一个星期 有的是两个月 他说你回家取结果 我为什么今天下午 去了两趟 我要回家 取那化验单子 他一看 啊行 心电图做不用做了 啊这个不用做了 那个不用做了 他说但是啊 有几项你得做 还得抽血 啊那个早起来 不能吃饭过来 后来我说 这不又重复花钱吗 他说 那没办法 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而且你这个超时间了 也就是说 我必须哈 在近期内 做这个小小的手术 就是把那个 呃子宫里东西 给他拿出去 因为他属于哈 人为搁进去的嘛 就为了避孕的嘛 所以呢 你你你 等于身体里有异物 也不太好啊 尤其呢 我有一个肌瘤 也不太好 哎 就是还得去 你不去都不行 啊你不去 因为是吧 你再过了时间 你所有的检查 又得重新做一遍 又得花好几千块钱 现在就是你 你走上来这条路 哈就没有退路了 哈 当然了 没有事是最好了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反正回来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呀 真是哈 人不能有病了 而且人真的 你都不知道 你有病 就是很多时候哈 就是你 你一检查 真是能检查出事来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哈 我认识的人 我听好几个人说 他们都做手术 就是子空肌瘤嘛 给他拿下去 反正做完手术以后 那脸都拉黄 一个一个的 反正都 妇科病有的挺多的 尤其现在乳腺 这个哈 增生啊 乳腺癌的哈 也挺多的 哎呀 哎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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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议大家哈 有机会的话哈 你们彻底的做一下检查 就是早发现 早治疗 这样呢 你自己不痛苦 也不给家人哈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 这个麻烦 你说有一个人倒下来 你家人不都跟着着急吗 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哈 为了身边的人 我们都以爱惜自己的身体 啊 如果哈 有时间吧 您抽空去检查一下 回来说 我说 我现在心态变得真好 要在过去年轻的时候 可能又急了哈 不知道为什么急哈 就就就可能火了哈 你也多有耐心 一趟一趟一趟的 然后现在吧 你每次进一个医院 还得扫码 还登记 从这门出 还不让进了 走那个门 还特别麻烦 然后管那特严 那保安 我说眼见上 那坏眼的那楼 就在跟前 他就不让你过去 非让你绕一大圈 哎呀 时间都耽误了 反正也没事 就直到运动吧 昨天也没吃上饺子 冬日 把那剩牛肉 那天炖那牛肉给吃了 我一买东西 爱买多 真是不好 这习惯 我说今天补吧 吃饺子吧 待会跟张哥 我们俩包点饺子吃 这一天 你看又过去了 好 祝大家天天开心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赶紧的 没病有病的 都上医院去 检查检查去吧 拜拜